Hello大家好 我是小薇 我是阿龍 很開心明天上牌 今天我的身份證是在昨天 就已經過期了 前天 對9號就過期了 所以說我今天又急急忙忙 去辦了一個臨時身份證 就沒想到就給了10塊錢 當時就直接拿到了臨時 身份證還可以管三個月 三個月的有效期 就特別的開心 感覺明天上牌 應該是很順利 但願吧 我們現在是把房車裡面的窗都關了 反正也不差 今天這一晚上透氣了 把這些 我要把戶口本都帶上了 去辦臨時身份證 我們把這些全部拿走 擦線板什麼的 這是個學校 這早晨很多家長送孩子上學 這裡好多摩托車停在這裡 就是說早晚是很難車出來的 我們車停在這裡就很難出來 這一條街都是吃的逛的 我們想吃麻辣的火鍋 好久沒來吃 感覺今天做案了 這麼多菜 而且連鍋底還有兩杯飲料 所有的加起來才140多 我的鍋開了 等不了了 你要吃這個鴨腸嗎 不要 不要 我就直接 多煮一點在紅鍋裡了 我們太冷吃了 把菜都吃完了 這個火鍋面最好吃 我們現在已經吃完火鍋了 吃的好飽 好過癮 這邊學校晚上也是好多人 現在才10點鐘 那就是11點12點來開 那我回去看場電影再來 那就凌晨了 走吧 走 我們起來了 先遛狗 現在早上7點18分 我先去羅車 昨天晚上回來就沒有去羅車了 好久都沒有起這麼早了 目前沒什麼車 還真好 還好這門口沒有被車攔著 看來今天上排有望 先熱一火車 就去接阿龍 現在我跟小灰已經會合了 出發 今天起的有點早 感覺眼睛都是睜不開的狀態 你看我們騎的早 你看前面多少車 大家都是忙碌的 還沒到八點交緊就上班了 我們現在已經到高坪了 我們到達目的地了 是炒手 我們現在給這個車洗一下 洗一下這個車頂 因為車頂有點髒 就把它周邊都洗一下 上排的話會好傷一點 因為聽說這個車太髒的話不好上排 所以我們現在把它周邊都洗一洗 清理乾淨 我們給車站噴了一些泡沫 這樣擦的話更容易擦 再來噴 噴了好多泡沫 就再繼續擦了 上面刷出來的黑水 髒水 怎麼流到前面去了 可以了那麼乾淨了 可以了 從廠裡出了之後 都再也沒洗過了 把它洗白白 南通這裡還有那麼多房車 以前都不知道 這些都是二手的 很多車 這二手車跟新車一樣 看車感 閒逛 這是小額頭 兩人出行 不錯 看看新車還沒上排 來看看二手 看著玩 這個也是 這是全新的 對 我說怎麼那麼新 還以為真是二手 這是大通最新的一個V90 V90 這個童話觀是二手的 車還挺多 你們永和 他 你們自己也在生產車 是吧 對 那個也是新的嗎 二手的 那個 那個 我們自己生產的是越境 就是和大通一個廠家 放棄的 現在是最新國六的 是一個平坦車 這個是新的還是舊的 這個是一個二手的 這個二手跟新的一樣 我都分不清 什麼是新車 舊車了 哇 這個車拿回來 都會經過師傅專門的一個清洗 難怪 好新 清洗了 這裡面也是二手的 這段時間車都賣空了 賣空 就這幾輛了 這幾輛過年的話又沒有了 過年買的人多 這上下鋪 那裡面也是二手的嗎 這一個比較適合你坐商務車 商務車 前面這兩個是電動按摩的座椅 對 這就是商務 那個也是二手的嗎 上過牌的 這個也是二手的 但是這個車 就是生日是一個展車 展車 三千多公里 三千多公里就要賣 對 這個車非常的稀 等於說是沒有賣過戶給別人 就是一個展車 對 這個車還是後雙輪的 也上過牌的 這個應該很貴 後雙輪的 對 這是福特的 福特底盤好了 這一個 這麼大一個 客廳 是小額頭的 小額頭的 這個車要賣多少錢 那麼新 才三千公里 這個車29萬8 20多萬 還是後雙輪 後雙輪 這個衛星間特別大 你可以看一下 確實 真的好大 就跟住酒店一樣 住在這個房車裡面 這個29萬不錯 因為後雙輪 還是福特的 還是新的 沒事 謝謝 火胎是電動的 後雙輪 這自動擋嗎 手動 手動 29萬 這款車可以 性價比好高 新車 三過牌的新車了 差不多 我們在那邊洗車 用裡面的就看看 這個也是二手的嗎 這是一個進口 它底盤是意大利進口的 意大利進口 車拓展 然後在空氣懸掛 這個應該是開了很多公里 要7年 這個是拓展的 這個車拓展出去空間非常 這麼大 我後面還上下鋪 上下鋪 這個車都多少錢 這房車 這個車稍微貴一點 這個車38萬8 30多萬 要7年 這個新車應該都很貴 新車六七十萬 六七十萬 難怪 這個也是二手 我都不知道南充有那麼多房車 我還是南充的 但我知道南充有房車 今天就 沒想到來上牌的時候就看到 三個天窗 你看 這個客廳好大 就跟家裡面那種 這後面床這麼大 你看這上面還有空調 我這個廚房 這個住起來好一點都不壓抑 這種平頭車的好就好 在後面空間特別大 然後額頭床特別空間大 它不會壓抑 睡在上面 對 這個車可以 這個車應該也是二十多萬 是吧 二十萬左右 二十萬左右 對 還是18點上牌的 這個車二十萬左右 好大呀 可以睡四個人 這裡還可以六個人 對 六個人二十萬左右 這個沙發平床也不小 這個平床 對呀 這個好大 洗好了 我看了一下他們二手車 好多車 這全是二手嗎 對呀 也有新的 他二手車很多的 那個車才二十萬左右 裡面空間好大 他這個還在正在做的新車 小薇 什麼時候有榮幸 跟你一起 我們一起晚上露營一下 可以 可以 我們一起 燃燒你的光嗎 沒有 沒有 這是你們的行車 海龍還在裡面 倒素材 看來我們要下午就可以去弄了 弄好了 我們已經把車洗好了 然後待會就等著去打了一個稅 就購置稅 購置稅弄了 然後在那個膠牆前買了 就差不多下午或者明天就可以了 速度還是蠻快的 目前感覺還是蠻順利的 包含我們起車 一路出發過來 都是蠻順溜的 不想沒遇到什麼阻礙 對呀 那今天的分享就在這裡 我們下個視頻再見了 拜拜